之前的视频说的都是一些理念和一些理解概念性的东西 那么这一集我会告诉大家 两个新手如何在场上进行相互的一些训练 我们经常都说打网球打网球 首先我们要打得到网球 不是说去追网球 或者是说不去找网球 首先我们得要知道球是怎么运动的 如何运动 能不能在我们的一个控制范围之内 初学者在请教练的时候 可能经常会 教练会让你拿打球拍拍拍球 颠颠球 这些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目的是要让我们熟悉球性 然后去找到用拍子填区去击打球的感觉 可是如果没有接触过乒乓球 网球的人 可能他做这些可能会有点难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借助徒手的一些训练 我们要知道球的一些弹性 左右手 比如说甚至是借助一些简单的一些协调性的训练 我们得要知道这些球它的一个弹性如何 那么两个初学者能够进行哪一些有效的一些训练呢 下面呢 我跟代教练呢 来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现在我们进行很简单的一些抛球训练 要求呢 第一抛球的高度要过往 至少呢 达到一米 第二个呢 抛球的落点 要在对方身前 那么这样子的话 对方接起球来 会容易一些 比如说 来 在这里 我们一边做这个训练的时候呢 一边要知道 我们尽量的要 每一个球都是要在身体前面去抓住它 每一个 而不是说 如果这个练习可以连续两个三个球 每一个来回 每一个来回达到二十个 记住 一定要达到二十个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训练 比如说 刚才我们叫做抛球 现在呢 我们改 丢球 如果这个练习达到了二十个 那么下一步 我们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合理 好 下面呢 代教练会 抛球给我 但是 我呢 会借助我们的一些球拍 同样的 同样的能够 把球 随便以何种方式 只要把球给挡到 它的身前 并且呢 我们的目的是要把球 控制到它容易接 接得舒服的位置 但是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身前 身前击打球 碰到球 像这种训练 非常简单 大家需要的是一个耐性 需要的一定是耐性 如果是说 我用球拍 对方用球 我用手扔过来 那么如果能够做到了 那么下一步 我们应该可以拿球拍 相互相互的 能够对栏起来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过往的一个高度 来回是最重要的 如何 打起来轻松 记住我们之前前面视频 所说过的 把球打过往的两个条件 身体前面打球 我们的头应该 怎么看呢 保持身体的一个平衡 和稳定 非常重要 打球跟呼吸一样 移动呢 跟走路一样 这就是网球 网球只要过晚 落在有效区内 都是好球 找好自己的一个 击球位置 击球距离 击球区域 如果我们做不到 很轻松的回球 请把视频往前面再看 那说明你理解的 不够透彻 过往的高度要够 轻松自然 那么我们的一个 小场训练呢 通过这样的一些 方式方法 应该可以很短的 时间之内 能够做得到 我见过有 教得最快的学生 他15分钟 能够很轻松地做到 所以相信自己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了 你们做教练的 可能天天拿点球拍 对球拍呢 已经很熟练 不过没有关系 那么下一集呢 我会告诉大家 如何用生活当中的 这些物品 来技打网球 让你理解 更好的理解 其实球拍 只是我们技打球的工具 只是我们技打球的工具